《八明報》 靠滾全欄抗通脹以及早計劃退休 2015年7月10日每日理財B.07理財信商胡燕熙 Revy和丈夫今年同位40歲Revy為律師留民員 先生在一間物流公司當助理經理,家庭總收入6.3萬元 他們有一個兒子,今年5歲,明年將升讀小學 因為Revy之前在外國留學,所以跟先生商量後 打算將來送兒子往外國升讀大學,首選澳洲 Revy和先生打算工作至65歲,期望每月有2.5萬元的生活費 作退休以維持現有生活水平20年 Revy和先生想在這個時候檢視一下兒子的教育基金 和他們將來退休計劃的準備 預留6個月之出作應急private和先生在兒子剛出生不久 以為他買了醫療危機等保險、教育基金方面 他們會有什麼準備 若希望兒子18歲時到澳洲升讀大學 以現時一年35萬港元的學費和生活費計算 假設平均每年通脹4% 到兒子升讀大學的時候就需要約247萬元 夫婦二人每月需要月工投資約9750元 每年回報率7%便能達至以上目標 Ivy和先生計劃65歲退休 目標每月退休生活費相等現時2.5萬元 夫婦二人現時收入達6.3萬元 扣除公樓及日常開支等 每月盈餘2.3萬元 以現時每月2.5萬元為生活費基準 假設通脹每年4% 以及退休後可有5%的退休資金回報 Ivy和先生25年後退休 65歲時需要有約1477萬元才足夠應付 至85歲的退休生活20年 由於Ivy和先生過往的理財態度加保守 除了各位自己準備保險保障和購買一物業自住之外 就只有股票市值20萬元 以及港元存款124萬元 還有強積金兩人合共資產55萬元 沒有太多的投資 所以不者建議他們可保留6個月支出需要作為應急錢 即24萬元 餘下的100萬元存款 可透過投資基金和股票分散風險之外 也希望得到較高的投資回報 可分別投資債券及股票資產分佈方面 不者建議餘下的100萬元存款分為兩部分 將60萬元益不過投資基金 分散投資至回報穩定的債券基金 新興市場股票與中港股票基金 據發展潛力的板塊如健康護理行業基金等 以年回報率7離位目標 25年後可僅存至約326萬元 另外 將40萬元加至現有20萬元股票組合 令整體股票投資比例升至60萬元 當中可將資金投放於前景較穩健的內銀內險等板塊 作中長線持有 既可收取股息 亦可賺取股價升值的機會 約以每年7離圍報計 25年後可增至約326萬元 此外 夫婦二人現時 資產組合共55萬 假設他們身金不變 工作至65歲 以每年5離圍報計 25年後可增至約537萬元 計算過後 單靠他們現有資產僅存 並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 距離1477萬元的目標上欠264萬元 假若夫婦二人現時透過月供基金 每月投放約3259元於進取的基金組合 利用平均成本化的策略 既可有效分散風險 也可爭取較大回報 以每年回報率7離目標 便能達到退休目標 幸好Ryfe和先生每月 共有2.3萬元的盈餘 扣除兒子教育基金 及退休基金公款 共約13009元 余下9991元作為現金儲蓄 25年後未計利息收入最少有299萬元 可令未來退休生活更有預算 胡言喜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聯席董事理財信箱 歡迎來信讀者如有理財問題 歡迎來信信問 來涵 既香港柴灣家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 座十五樓經濟版編輯修全真 25583964段由chlong.com 來信請你名家庭或個人收入、開支、資產、欠債、 理財目標及可承受風險